在眾人錯擁下走進會場 美國總統大選明年登場 各界關注是否會再次上演川普大戰拜登席馬 實際上除了美國大選 明年全球將舉行超過50場選舉 包括印度大選 南非選舉 英國國會大選 台灣 印尼 墨西哥也將選出新的領導人 這些國家面臨的共通問題就是AI人工智慧 用人工智慧生成身位影片易如反掌 就連俄羅斯總統普丁看到自己的AI分身時也露出驚訝表情 這些AI生成影片微妙微笑 更糟糕的是各國政府似乎沒有充分的應對政策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資深研究員就擔心 AI技術被拿來製作假訊息影響選民 面對男士生生的AI大軍 社群平台怎麼監管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這樣一個關鍵時刻Meta 推特還有抖音 確實在盲著裁員 除了人工智慧衍生的問題 地緣政治風險包括俄武戰爭跟持續升溫的中東衝突 也將讓2024年的選舉注入更多不穩定的因素 動聲尋有國際性正好報導